老杨到处说 北京的两会闭幕了 我们也不能不点评几句 来分享一下我个人的一个观察的印象 我想首先这次两会很特殊 史无前例 是口罩两会外面是这么评价的 除了主席台的领导人 万努医师的保证之下 台下的有员代表全部戴口罩 口罩很标准 正式化一 在疫情持续了快半年 之后 北京仍然举行两会 几千个委员代表 集中在北京来开这样的会 这在当今的世界 应该说是绝无仅有的 大型社交聚集活动 我认为它具有以往不一样的意义 第一说明北京的抗议 取得了成效 第二说明北京的防疫措施 也是比较到位的 第三这些都是党国精英 都是社会各界人士的接触代表 他们不能有任何的闪失 所以说明这一点 北京在这边的组织动员工作能力 还是比较缜密的 这是要给正面的评价 第二这次两会的重点很多 跟以往差不多 但是除了记者会 等等的跟以往不一样 云端的互动 视频的互动比较多一点 最主要就是我们注意到了 注意到了 最主要的焦点 其实是港版国安法 第二个不再制定了GDP的指标 以及李克强总理的记者会 跟以往的记者会相比 这次总理的记者会 说出了很多真实的国情 港版的国安法 人们注意到了两点 当王成的讲这个 港版的国安法的一些要点的时候 全场代表起立鼓掌 掌声雷动 就代表了一种名利的表现 这个以前的法案 的酝量和提出 很少有这样的场面 第二投票的结果 居然有反对票或弃权票 反对票只有一票 弃权票有六票 这个根据我们掌握的资料 大陆这样的一个投票器 其实在技术上 他查到每个代表 投什么票 所以江亭先生有一本书 讲到了他发现 总这几届的会议 总是有一个人投反对票 有关方面是想查一查 查完以后发现是 全国政协副主席 港澳办原来的主任廖辉 问他为什么要这样 他说我就想试一下 我的真实的意见 是不是会被尊重 或者被演 所以可见了这个东西是查得到 即便是查得到 也有人投反对票 当然网络上要把人肉搜索 要把他怎么样追杀 这个是网络我们不管他了 但是这个反对票也得到了尊重 这六个弃权票也得到了尊重 这说明也是在中国特色的民主义政之下 点滴的一点进步 当这一点进步跟外面的世界比起来简直不算什么 但是呢 他毕竟是一个点滴的民主进步的浓动 中共九大在审议通过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 全场举手 只有一位女士拒绝举手 他弯下了腰 拒绝把手抬起来 主席台上毛泽东看着他 他也是不予所动 这是需要不是道德勇气 这需要政治勇气 这个人叫陈少敏 后面有没有人投款对票 当然很多 中国大陆的两会投款对票 有一个叫黄顺兴 我以前说过了 他是来自台湾的 他也是算有勇气的人 当然后来是农业部一个顾问 住在嘴京京郊的一个农场 他其实欲而终 这个就不说他了 不说他了 港版的这个问题是需要道德勇气 当然他扭转不了大局 有人说是田北成 这个69岁的田北成 这个赶紧做很多解释 这两对姓田的兄弟 一个叫田北郡 一个叫田北成 在香港回归以来的一些重要的一个政治参与上 他们两个人的表现 也是有很多毁忆参办的记录 不说他了 这次不再制定了GDP的指标 其实让我们特别是外界 对中国经济因为疫情 以及中美关系国际形势变局 遭遇到的经济衰退 其实大家有更多的心理预期 这跟以往说反对GDP指标 那个意义是不一样 确实没有办法展现 中国现在的实际的经济增长的水平 可见了经济的滑落 是显而易见 好了 在李克强总理的政府报告和记者会 我们特别注意到就业的问题 就业 这是天大的事 九百万新的就业人口 估计还报少了 李克强讲了两点 第一 一个农民工 说他五十多岁了 在中国政府办留言 都谈的都是就业 这个农民工五十多岁 在外面打工三十多年 每年如此 但是今年还没有找到工作 全家陷入困境 还有些个体工商户 已经歇业几个月 一些外贸企业到现在没有订单 影响员工就业 对他们的困难 当然政府要补助 九亿劳动力 没有就业的 就是九亿张吃饭的口 有了就业 九亿双可以创造财户的手 但实际上来讲 就业难 现在可见也是个当务之急 第二 李总理也谈到了 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而且人口众多 人均年收入是三万元的人民币 他特别给我们一个数字 让我觉得我们很多人感到很惊讶 六亿人 每个月的收入也就一千块钱 一千块人民币 在一个中等城市 甚至三四线 五线的城市 租房子都有困难 现在又碰到疫情 所以这个问题怎么办 怎么保障民生 怎么保障第一保 失业保障特困人员 现在在中国要拿救济金呢 一年大概是六千万人 还有精准扶贫要服务的八千万人 还有三亿养老金的人员 这些都是政府要面对的 也是财政的一个比较沉重的负担 我认为港版国安法 是这次两会的重点 第二李总理坦率地谈到了 中国经济现在存在的问题 也是我们关注的 特别是民生就业 还有低端的所谓的低端人群 过去现在提过 现在不提了 这些要就业的八九 就业人口的不足 订单的减少 等等这些事情 都是政府各级政委面对 所以最后他特别强调两句话 我印象很深 政府工作报告讲到 留得青山才能够赢得未来 第二在记者会上也谈到 以人民利益至上 以万家疾苦为重 这相当有分量的两句话 这两句话现在在网络上 在海外的媒体都得到了 很广泛的传播 对李克强总理这些人的 任劳任怨 忍辱负重 静静业业 埋头做事 不适张扬 其实海外的舆论 也有很多的好评 大家也感到说 那么穷的人这么多 还给留学生那么多的财务补贴 还给各地撒了那么多的外国 对外援助 这究竟是要为了什么 为什么不能先把自己家里的事搞好了 这个事情我们没有答案 但是呢 我有很多不能够完全理解的一些困扰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我们就分享到这儿 谢谢 谢谢 感谢观看